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结合现在的修学情况 向法师和家人们做如下的汇报 并向法师求教一个问题 学生最近这三年都是在微信群组当中 做护法义工 和学长们一起共同学习无量寿经 每天就是读诵无量寿经 听师父上人跟法师的教诲 晚间就念佛共修 通过这一次的共学 学生更加的坚信 这样的修学方式是诸佛菩萨的 慈悲加持和安排 所以就更加的珍惜 因为这一次共学当中 纠正了学生的几个执着点 第一个就是学生的分别心 之前一直着在这个像上 总是觉得这个洪护正法是要有尸体的道场 或者是有一群人在一起 然后呢落实师长的一条龙 或者是培养法师 诸如此类的一些形式 但是呢通过法师的非常细致的开解 学生认知到其实呢都是自己在着象 任何一种对于正法的鸿铺形式都很必要 尤其认知的当下其实 这种威信共学的这种方式是很普遍 而且很便捷的 也是大家呢非常欢喜参加 参与的一种形式 只要在这种形式当中 能够认真老实听话真干 去落实教会 这个呢就是洪护正法的一种方式 那第二个呢就是 认知到修学是在静缘当中去修心 所以呢现在也非常的欢喜 因为那是在微信群组当中 因为有十几位共学的家人 师长老人家经常会提到说 在静缘当中去修 是人事静缘啊 是最好的一个修学的环境 所以在这个当下 能够放下自己的分别执着 通过共学放下控制 好为人师 我知我见 还有培养放下自私自利 为大众服务的一种精神 第三个呢就是这一次呢 确确实是非常感恩 无限感恩祝福菩萨加持 因为这么多年 修学无量寿经 总是觉得还是功夫不得力 究其原因啊就是没有重视扎根的修学 那这一次法师非常慈悲 细致很多次的去开解扎根 跟一门深入的这个关系 学生也认知到 之前其实也会有一些学会学的障碍 像法师求法 就是在这个微信 共学的这种网络 到场当中 如何呢去落实扎三个根的修学 之前呢总是自己给自己预设很多的障碍 觉得大家不在一起啊 不能够同步学习 那通过了这段时间的学习 学习先生也认知到 是自己给自己来预设障碍 就是有未来烦恼 一切以修身为本 只要自己能努力做到 放下控制要求 不要求他人做到 首先要求自己做到 一报随着正报转 相信呢大家都能够在这个 扎根共学当中啊 能够受益 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学生通过这一次的共学啊 感觉心定下来了 按住当下的一些姻缘 现在的姻缘也特别特别的殊胜 因为能够守在父母身边 落实孝道 然后也能够坚定失诚 在共学当中啊 降服自己的习气 努力找回真心 这一次啊 对于真心的这个理解 也感觉呢 非常的圆满 就是这五星是一星 把菩提心 落实在生活的每一个当下 这个呢 是学生的一些 学习心得体会 另外呢 想象法是求教的 就是 我们经常会去讲啊 说艳离缩婆 心求极乐 那学生的仔细呢 去思维 这个艳离 缩婆 好像呢 他当中有 自己啊 在这个修学过程当中 是很多的 情绪停止在里面 就比如说可能 身体当下不太好的时候 或者有一些 人事对立的时候 烦恼起现行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 缩婆世界啊 不应该呆 要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呢 学生觉得啊 这个问题啊 不能够自欺 因为呢 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处理心 反而是一种情绪的这种 情职在里面 那学生呢 就想向法师呢 求教如何培养 真实的处理心 当然在这个方面啊 学生有以下三个思考啊 向法师汇报 也向法师求证 第一个呢 就是还是要一门深入 透过无量寿星的修学 熏习 然后升起对 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星球 因为星球西方极乐世界啊 同时其实跟 念了一所谱 它是一不是二 第二个呢 就是修学金刚般若 对于凡一切法 结实虚妄 凡所有想结实虚妄 里面的一些教育 教诲啊 要非常的 深入的去了知 了知宇宙人生真相 第三个呢 就是老师听话念佛 恢复清静心 然后关注 关注每一个当下的无常 这样的话可能能够培养 真正的这个处理心 以上呢就是 学生的汇报和求教 感恩法师 感恩教人们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障碍 禁界也没有问题 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念头 所以华言经 世无碍法界 无量寿经是中本华言呢 它都是相应的 相同的 那明明告诉我们世无碍 那为什么我们的念头里 有那么多爱 那我们既然已经遇到 无量寿经了 遇到华言了 那我们应该把无量寿经 华言变成我们的人生剧本 那既然是世世无碍 那我们就要去过上 世世无碍的生活 往这个方向去走 比方说 现在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了 那我们就是觉得 一定要聚才能修学了 那佛菩萨慈悲 就安排我们聚在一起 用网路 效果还不错 那我们一开始的预设了 预设立场 这个也是我们很容易起的念头 那当然 真的有聚在一起 那还是很好的 假如没办法了 那我们安住当下 只要是真诚的心 效果都会很好 而且 互念 大众修学 不简单 因为要互念好别人 自己首先得互念好 能护得住自己的心念 不去分别 不去执着 我们才能带动 团体的人 不去分别 不去执着 所以当领导者 要修身为本 至天子 以至一树人 一世皆以修身为本 包含做微信的群主 所以这句 一世皆以修身为本 用现代来再延伸开来 连当微信群主 都要修身为本 不然就像刚刚纪元说的 会落入 好为人师 而老法师也提到过 没有扎三根 就一门深入 比方说读无量寿经 一直读一直读 这样行不行 老法师说 可以 但是 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就是说 扎了根 在一门深入的人 时间短 没有扎根 就一门深入的 时间会长 但是这里有前提 没有扎根 却一直在读诵 无量寿经的 他还得一直 全神贯注 认真的读下去 不然我也见过 都读了两万 三万以上了 可是他的慢心 已经起来了 因为他没扎根 所以人家一赞叹他了 他也瘦了 他变得在指导别人 所以没扎根 要一门深入 也得是真正 没有一些习气 现前 不然一现前 那也想要 真正 得力 也不简单 好 所以依我们 一般的根性 还是要扎根 会比较好 那再来 我们真的要多了解 佛菩萨的心 比方说 父母不会嫌弃我们 佛菩萨也不会嫌弃我们 不管我们以前 做错什么事 他加持我们 是平等 这个你们相信吗 不然我们 就会自己冒一个念头 哎呀 我以前 做错那么多啊 佛菩萨管不管我啊 其实这个就是以小人之心 夺君子之父啊 这个讲的不是别人 我们常常干这种事啊 用自己的想法感受 去衡量佛菩萨 所以老法师受了具足戒 为什么李秉仁老师要说 你要信佛啊 所以哪怕我们以前 做了很多错事啊 只要当下信佛了 愿意依佛菩萨教诲做 都归佛菩萨管 佛菩萨安排 自己不操心 往往你的当下就是对你 弘法立身最重要的 这是我的观察 比方说我们的同仁 父母身体不好 回去照顾父母 回去照顾长辈 这我看呢 都是佛菩萨安排的 你一个红法的人 连孝道都进不了 红什么法 不可能的 亲亲而人敏 人敏而爱武 我也是补这个个案 要补到什么程度 恢复父子有亲 所以我后来大学毕业 工作了一两年 才回到家 后来在家住了几年 真的 父亲一讲什么 我就体会到他的心了 沟通一点障碍都没有 后来又恢复一点了 这海口的缘就出现了 所以刚刚这个纪缘说 心定下来了 这个特别重要 身心安安 道才能容 你才在修道 你才在办道 好 那你刚刚提的这个点 特别重要 我们 往往都是在 遇到生病了 遇到人事挑战了 哎呀 我不想在这个受不切呆了 那个是讨厌 讨厌也是情见 喜欢是情见 讨厌也是情见 爱真的心 哎你身体强壮起来了 你还会很精进修行吗 哎人事静缘 顺你的意了 你还会这么想求出离吗 孩子不孝顺了 你在念佛了 孩子突然对你比较好了 你还是一样精进念佛吗 所以 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要会放在心上了 那就代表我们在留恋说破了 怎么检查 你晚上 睡觉躺下去 你还会想的那些事情 其实都在你的心中了 明明就 明明也没有情境啊 他怎么自己跑出来了 放在心上了嘛 所以很多人 在服务大众啊 可是心越来越不清静 陷到做事里面去了 睡觉也睡不好 皆做得很好 琢磨这个 琢磨那个 招 necess 所以修行要先求清静心 你工作已经让你越来越不清静了 适度的调整 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没有我不行 有时候这个念头也是一种障碍 也是一种我见 有这种念头 有可能身边已经有适合的人 但是我们自己不放心 不肯授权 这个我也都有在观察 其实我们往往自己当领导的时候 旁边有比我们适合的人 可是就我们自己的心境态度 障碍出来 所以历史上 也找不到几个包鼠哑 人家把馆众推荐出来 好 那 纪元分析的这个怎么样 让自己的出离心更强 它三个角度都非常好 因为我们 多读无量寿经 多听无量寿经 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越来越了解 越来越向往 那这个是礼明信深 怨就窃 怨窃就是 我很想现在就去了 怨窃了 但是礼明信深在前面 所以多读经 多听经好 自己应该有感觉吧 你一打开老奥上讲 无量寿经 当下就会觉得 哎呀赶快去了 赶快去了 然后一没有听了 然后又遇到一些事了 又坐在这事上面了 所以一有空就听经 马上就提醒我们了 所以现在很方便 现在都有一个波经机 走到哪儿听到哪儿 但是人家要讲话了 赶快关起来啊 不要又产生执着了 让别人跟你讲话有压力 你还在那里听 人家就不好意思跟你讲话 随时看人家可能有事商量了 赶快就把它关掉了 心要敏锐 第二呢 就是能 常用般若的智慧来观照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为什么老人家 前些年他要讲 金刚般若研习报告 就是为我们念佛的人讲的 因为觉得我们还是不够看破 然后就很多放不下 这个念佛心不清静 所以这个 般若还是很重要 常常提醒自己 用金刚经里面的句子提醒自己 无量寿经也有 观法如画 三昧长己 包含 舍离一切执着 成就无量功德 亦无需求不需求想 亦无比我违愿之想 舍离一切执着 成就无量功德 里面还是有 般若相应的教诲在 第三呢 要多老实念佛 老法师也说 世卫哪有法未浓 对世间还会留恋呢 有可能是法未 长得 很浅 有法未的人呢 那世间的东西引不起他的兴趣 称明即是 欲光时 珍重此时 莫空过 这下老居士讲 你能感受到 你念佛的时候 就在整个阿弥陀佛的佛光之下 你身心很清安 你身心很清安 无量光寿 如来世尊 光明普照 十方世界 众生有缘 欲失光泽 过灭散身 身意柔软 所有疾苦 莫不羞耻 我们念佛的时候 确实是这样 一切忧恼 莫不屑脱 如是 微神光明 罪尊第一 十方诸佛 所不能及 有尝到这个 念佛当中 一切忧恼 慢慢都淡了 那你就会很欢喜念佛了 就把念佛当第一了 其他 不去挂碍了 好 所以这三个方法都很好 也谢谢你的 供养 阿弥陀佛 下面有请直语学长 老师好 大家好 非常感恩 这一次学习的机会 以前没有认识到 后来发现原来 法师在讲课当中 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建立政治建 这次课程当中 阿弥陀佛也有讲 如果想要 扇增能够持续增长的话 就需要不断地巩固和提升政治建 另外呢 另外呢 也允许到这个面子的危害 也希望自己能够放下面子 做一个不自欺的人 因为发现自己的认知啊 有很多问题 就是说这个 会用合法也在非法 就是常常自己还不自知 所以就是要通过不断地休息 来在境界里参与自己 那第三点呢 就是要常常归零 放下傲慢和怀疑 因为自己以前怀疑父母 怀疑老师 也怀疑经典 甚至怀疑英国 今天的课程是 英国教育挽救人心 那其实也就想到 自己经历的两件事情 也是这个 套闷怀疑造成的 事情大概发生在十年前了 那个时候因为自己不敏离嘛 就是有点像狼羞虾链 大概也就是春夏的 这样一个时机 就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 就觉得肚很疼 然后一连 后来想了一下 应该一连四天五夜没有吃饭 就是一吃东西最酷 哪怕喝点红糖水 晚上都会吐出来 当时在这个 一起学习的这位老师呢 就也有点紧张了 就去请教一位善知识 善知识就回复邮件 说这个小汪啊 要忏悔 不悔的过失 现在呢 就要好好 就是放下万年 必须念佛归命净土 当时自己还不理解 就觉得我还不至于灵力中 不让我放下万人 灰命净土 现在就体会 就是真善知识 真的是我们的大音眼 你在就是这种情急危急的时候 能够帮我们树立正不见 提起就是这个 更思维是很难得的 后来就也反省了自己的问题 就是心口不一 嘴上说一套 行动上做一套 所以就是复活的这个果报 那后来呢 我过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吧 因为好名嘛 好面子 就是也又遭受了一个果报 当时是自己的外公 刚刚出世 因为外公是担心外婆 一生的一个生活情况 就把自己积蓄的十万块钱 就放到妈妈这里 因为对妈妈特别信任 外公定重的时候 就是妈妈在这边 照顾外公 那这笔钱放在妈妈这里 是妈妈的兄弟姊妹 是不知道的 那当时呢 就有一个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自己收到一条短信 就告诉你跟讲了 然后你要给对方的账号汇款 汇款就可以 就是它就像 就像一个圈套一样 让你的这个欲望不断膨胀 当时我是 好像贵了两到三次吧 一共贵了不到13万块钱 到对方的账号 后来发现这个事情不对的时候 已经晚了 报了案 当时还报了案 但是 对方动作很快 已经就是 找不到这个线索了 后来自己经历这个事情 就最初的念头就是 占人便宜嘛 就觉得 没关系 我先把这个钱汇到对方 大不了我还有 就是比如说 就是外公的十万块钱 还可以保贡 当时是这样想的 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父亲 所以我的父亲就说 外公留下来的十万块钱 不能动 那个使得伪卖牌的 然后我们欠的这个钱呢 就是因为当时的这个钱 是一个团队的 相当于是四方牌了 一个团队的第二个钱牌 因为当时 子女在负责这个工作 所以爸爸就说 我们把这个笔钱还下 当时自己就觉得 跟父母融化了 因为一直怀疑父母 就觉得 父母一直让我做第一件事情 我怎么都看不到未来 那父母后来 因为有这样一个 然后只以才能得到 才能走到今天 所以就特别感 就是 谁会这个 父子有亲 所以是在 自己 自己 鼻鼓的时候 是一位父母的 有这样子 然后来把这笔钱还上了 后来这笔钱会 钱虽然是还上了 但是这个德行 确实是趋势的 如果就是自己的一个 贪心 耗明的心 在前面种下了一个种子 遇到源是不会结果的 就是自己有这个因 遇到源才会结果 那所以刚才 就是前半堂课 老师有讲到 过道者重 悟道者少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待会儿又想请教老师 可以开解 那自己 第四点体会呢 就是这个 情急深重 天真天爱 的这个果报 因为 就是 至于这次的 因人比较特别一些 在家里面这边 和爸爸妈妈一起 照顾爷爷 然后就体会到 如果我们不学习 圣贤的教诲 没有建立 很好的生活习惯 包括这个 认知 就会产生很多 错误的想法和见诸 那最后的话 就很难再给予导证 尤其是这个怀疑 以前听说是这一根 那 像爷爷这边 他就 因为爸爸照顾爷爷的 一人也是 感觉是合不相安排的 因为爷爷和奶奶 生前的时候就 比较 比较 喜欢舒适 其实一直都特别 希望叔叔能够照顾 但是现在 因人不凑巧 叔叔没办法来 找回钱 所以就也体会 就是 活不下特别慈悲嘛 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当然也说 就是给我们 送福田 报恩的一个机会 但是也有很多 做得不如意的地方 这体会 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点一点去安住当下 若是教诲 就是佛不下在安排 周围的这些 令人都在变 所以 因为这次学习呢 也特别 希望能够 激使自己 即使课程结束之后 学习不能间断 这个政治界的态度一定要 就是说 以前听 银河孔生 是给中国望去正面 不觉得那个好难呢 现在觉得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可能就能 没办法处理这个 远回的这个 循环 那就是 以上是 局里的这个 汇报 因为刚才 局所比较早 我们 金泽二哥 也有给自己留言 带来请教 法师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金泽二哥说 这次课程 安排得很好 他自己非常受益 那么如何 让自己的家人 同仁 也能得到意义 请教 法师 你们应该怎么做 以上 有不妥当的地方 请请 法师 和各位家人 视频指教 谢谢大家 谢谢 子语的分享 修行 手中发菩提心 进而要建立 正知见 因为随时 遇到境界 都得是正知见 来指导我们 不然我们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会偏掉的 那之间要建立 起来 那得老老实实 跟着 善知识 的教会 因为善知识 他会掌握 纲领 我们真的 要珍惜福报 不然人在福中 不知福 老人家真的 讲得很圆满 又都是提纲 怯领 你看五心 五个行 我们随时 可以观照 心 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 行 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 十愿 所以这个知见 要建立起来 那再来 有体会到 自己面之重 发现自己过失 叫开悟 都很难得 进一步去改正 然后也反省到 自己有傲慢 有怀疑 我们 要 静下心 事实上六成 都在给我们说法 一个人的身体状况 也在跟自己说法 甚至于自己脸部的表情 常常照镜子 里面都有我们的心 向由心深 我们有时候太粗心了 所以病都现前了 我们知不知道原因在哪 以后要练到 能观照到自己的根源 那子语是有福报 还有善知识点化他 说自己有富费的状况 其实就是埋怨 所以于静异功 讲的不是别人 讲的是每一个修行人 或多或少 不可能没有他这些情况 义恶太重 专物虚名 刚刚子语分享的时候 都是这个重点 富费是义恶 面子是虚名 满子愿由 独逞上帝 那就是我们常常 对人事都会有抱怨 不再造新疆 这个抱怨一起来了 又造新疆了 抱怨也是流量说婆 为什么 把那些事都放心上了 就是流量说婆 那真的也是佛菩萨慈悲 他的父母 在他被骗的这个因缘 那奋不顾身在 在爱护他 帮他解决问题 把他那个对父母的怀疑打掉了 所以要能体恤父母 信任父母 我们进一步就能体恤老师 理解老师了 因为师道建立在 孝道的基础上 那佛在经上有说 世若无佛 世间已经没有佛注释了 善世父母 世父母即是世佛 所以事奉父母的功德 跟事奉佛是平等的 所以有时候 是我们父母老人 说不定是西方极乐世界来 点化我们 让我们修福修会的 好 那当然 在这个侍奉的过程 都是力士练兴的过程 我的柔软够不够 我的设身处地够不够 我付出 有没有不求回馈 我有没有见父母的过 见过了会有情绪 见过了会起怀疑 都是力士练兴 练出真心来 在照顾父母老人当中 练出真心来 那你问到 祸到者重 祸到者少 这里就凸显了 弘法人才的重要性 我们自己观察看看 学佛的人 能够不越学越分别 越学越执着 也不容易 强者先迁嘛 他本来容易分别执着 结果佛法是好的 可是也变成他的分别执着的真上缘 所以为什么昨天王老师要提醒 当然他都是讲自己 学了传统话了 就有一把尺子了 那其实是本来我们容易见人家过 容易傲慢 并不是佛法造成的 但是这个假如没有人点出来 他自己也察觉不到 所以老人家讲得很清楚 但是每一个地区 假如还有人 依止老人家的经教去修行 去宣讲 那这一方人 有问题 会去请教他 那这一方的知见就稳定了 所以老人家为什么这么重视 弘法人才的培养 当然了 弘护人才都重要 没有好护法 这个地方弘法也不稳 人才是关键 现在要护念大众 你会讲课还不够 你得实修 实修了 你真正把自己放淡 人家一问你问题 你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心啊 你回答他的问题才气急啊 我们一般学传统话的人 回答人家的问题都是背一堆 自己记得的经句 而且一讲话呢 理多事少 人家一听 你讲的有道理 那到底该怎么做啊 我们冷静下来观察自己讲话 观察我们学传统话的人讲话 都是离比较高 所以有时候 我跟着同仁在散步 比方说有一个同仁问一个问题 我就请另外一个同仁 你怎么看呢 然后另外一个同仁一回答 我说人家问怎么持戒 你为什么跟人家回答禅宗的法语 你不弃人家的鸡啦 是吧 那为什么你回答都老是不弃人家鸡呢 那代表这个随时能感受别人的心 这个功夫没有练出来 听了一大堆经教 但是这经教的核心是什么 慈悲啊 大臣佛法是慈悲为本 念念为他人着想 在哪 在别人一问你问题 你可以马上感受他的心 感受不到了 那还是自我感受强 我直我健强 不然你马上可以感觉到了 所以很多地方都能勘厌自己的啊 我们不能心出演绎啊 所以宏护人才 重要 我们要 培养自己 也要护持 一方的宏护人才 好 好 这个子宇刚刚还说 以前觉得 宁肯碎骨粉身 终不忘失正念 好像觉得很难 其实修行啊 难也得做啊 不然我们要退到哪里去 所以看到经据啊 不能产生 为难 又是一个检查 强者先牵 积极向上的人一听到 他更有静 那为什么我们听了 反而是 为难 而祖师的话 也是很可爱的 为什么我们都听成害怕 你们觉不觉得 佛菩萨跟圣贤人的画 很可爱啊 莫以成败论英雄 你看这画多可爱啊 两文浅是圆满 几千两是半 超级可爱的画 所以其实 我们自己一些心态 自己要看得到 人家下铃鸡老鸡是说 不计成败 是吧 不计成败很可爱啊 你会静静推对的 很正常的啊 不要去算了啊 你看多可爱的话 好 所以修道之人呢 也确实是要有这种勇猛心 要冲过去 要冲过去 不畏艰难 那有学长觉得呢 这一次课程 自己受益 然后也觉得希望啊 自己身边的人能受益 首先随喜这位学长的这一份 利益人的心 假如我们没有起这个心啊 那我们过去生可能是修小成的 这个都要检查啊 有没有把亲人朋友有缘的人放在心上 不然你遇到好东西啊 铁定会跟他们分享 那我们这个课程啊 播放的内容啊 这个都是可以对重的 我们再请同仁啊 看用什么方法再提供给大家 那大家庭新颖新交流呢 这个也可以 不过首先要你们同意 因为呢 你们的如山真面目都有限了 我得征求你们的同意 不然到时候呢 冲体又生烦恼了 啊那个 哎呀我都讲那个了 啊这样 不好意思了 所以大家假如觉得 还是不要的 可以跟我们家长反映一下 我们会做处理 你们就不能说好啊 好东西啊 推出去了 考虑事情要做到 有一百个人 九十九个人 拍手 好好 一个人在担心 也要顾虑到这一个人 这个才是群书之药的精神 好 所以大家安心啊 不要担心 你们家人的事 也是我们的事 我们不能去分别 不能去执走 好我们请下一位 下面有请丽华学长 最近的法师 最近的这位家长 老师 下午好 从2003年吧 就是知道 那个法师一直在讲课 然后呢 学生也是一直在 这个放映前 或者说是在电视上呀 那个录像上 能看到法师 那这一次的学习姻缘呢 是因为张正宏校长 他就是带学生来一起学习 也非常感恩他 这次 虽然还是在电脑前 跟法师交流 但是可以能真正的看到 法师也特别的开心 那个 在这么多天的学习过程中啊 就是有很多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那么学生呢 现在就是有几个事情 要请教法师 请法师开示的 是这样啊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 在听法师过去的讲课中 也曾经提到过 就是您在读书的时候 也并不是很喜欢这些古文 古汉语之类的 这一类的学习 那么您呢 工作又那么忙 后来呢 就是听师长的话 那么来学习这个古文 但是 学生在后来听您的讲座 就是听到 您可以那么熟练的 来运用那些经句 出口呢 应对呢 都是经典 那无论是四十五经啊 还是如是道 还有各家的 这个经典呢 您都可以是信手拈来 而且是在2010年的时候 您就可以讲文言文了 很显然 就是这样 您是已经 可以熟悲这些经典 才可以引用的 这么的熟练 我想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请教法师 您是怎么在短短的 这么几年内 做到 从不喜欢到 非常的喜欢 然后到非常熟练 到可以讲 这个文言文 这个这样的学习 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序 那学生 想跟法师请教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 那么在听这个 法师讲课过程中 您也说过 那么就是有好的老师 有好的导师 那我们已经有 这个市长老人家 那有好的老师呢 有法师您 来做我们这个老师 那还有要有好的 同餐道友 那么现在在青岛呢 就是我们确实 也有一些 这些同餐道友 上有唯一的 在一起学习 也就像刚才 就是侯继元师兄 他讲的那个 那么他那个 是微信群里边 学无量寿经 那我们这个 也是有一个微信群 去2020年吧 张校长回来以后 我们一起 就是做这个 想着就是把这些喜欢 就是这些同餐道友 就是喜欢这个学习 然后呢 也认同这个法师 和这个我们的市长老人家的 这个经教的这些人呢 就聚集在一起 我们也是通过微信 在一起学习 那现在的学习呢 就是我们成立了两个班 就是第一个呢 就是叫个扎根班 这个扎根班呢 就是目前有一个姻缘 是我们当同的那个陆老师 在带我们学 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这个大约是从去年8月份 到今年的8月份 差不多就学完了 那么后面的课程呢 就是三个根 第一个呢 就是西甲弟子规 是讲那个 法师尼甲的西甲弟子规 然后在学的过程中 我们就读送弟子规 然后就例行这个弟子规 那么后面呢会学 太山改音篇 和山叶道经 这几个内容 后边就接着就读 这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作为这个扎根共学的 这个基础班 就是应该按这个程序来学习吗 请法师开示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在青岛还有一些呢 发信想有一点点古文的基础 发信想一同学习这个古文 来做这个师资这种学习和培训的 那么在世上老人家和法师的 这个开示中 我们经常也是听到这个英国汉学院 那么也是学生也是心向往之 但是呢 现在无论从年龄 还是从家庭 今生可能都没有这个缘分 去参与这个学习 那如果我们这些同修在一起 在学习这个 就是我说的这个班呢 大约有二十几个人 那么这几个爱好古文的这些同学呢 我们在一起学习 我们应该按照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来学习 要学习哪些内容 这一个也是请法师给我们开示 来指导 来做一个课程的这个安排 那我说的这两个班呢 第一个呢 是个扎根班的 大约有现在有五十多个人 那我们现在呢 是周二周四的晚上 七年半到九点 在那个丁丁群共修 就是视频共修 现在是陆老师给我们做指导 那么这样的大约是三年的 定的是三年的时间 这是刚才说的这个扎根班 那么这个诗字班的这些呢 诗字红复班的这些呢 就是从扎根班里面的内容 一边学 但是呢 又增加了这个古文的学习 就是想请教法师 这两个班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学习 就是这样 好的 感恩法师 谢谢您 好 谢谢 历华学长 首先 这个 第一个问题 佛门讲一切法从心响生 所以心是根本 以前学不好呢 是因为不想学 为什么不想学呢 因为都是考试 学得很痛苦 那后来是因为老和尚的教导 知道说 老祖先很慈悲 用 透过汉字文言文 把五天典的智慧传下来 我没有珍惜啊 不能糟蹋了 就这个珍惜的心一起来 好像那古文 就没那么难了 然后再加上呢 教学相长 确实是赶鸭子上架 学而后知不足 教而后知困 知不足而后能知凡 知困而后能知强也 因为 陈德这十八年 教学任务都没有断过 所以逼着自己 随时一有时间就要学习 就要读书 而 劝别人一次 可能对自己的提醒的效果 可能比自己听十次还来得深 所以跟别人讲的机缘最重要是劝自己 为什么说是劝自己呢 因为自己讲出去了 假如没做到啊 那给人家看笑话了 这个心态我是从 去教小孩 教六年级 你每一个做人做事的道理一讲出去啊 三十五对眼睛就看着你 这很有鞭策的力量 那再来呢 佛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的耳根很利 所以我不用动脑了 可能在整理环境啊 或者做一些事情 我就会放读诵的经典 多听多听啊 对这些经句就数了 然后在讲课的时候 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你在听老儿上讲经 或者你在读经的时候 这些义理你要贯通 你不是硬把它记下来 你是了解那个道理 然后特别认同 比方说举个例子 敬重尊长 这了凡事训的句子 敬重尊长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你看这个经句里面都有 从内而外啊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举凡年高 未高 德高 世高者 我们在念的时候 因为我们已经成人了 我们都是了解那个义理 然后多听 你就背起来了 你可不要去跟那个 五六岁七八岁的孩子比记忆力 那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 我们现在先理解了 哪怕记不起来 你理解之后 也提醒自己 要照这样去做 你越做 你的解就越深 你的领悟力就会跟着 解形相应而提升了 好 那身心要放松啊 不要一直在那里 哎呀我要赶快多背一点 哎呀我要赶快 能够引经据点 都不要有这些心态 随时身心是非常安定 你就容易贯通 道理 有时候急于要怎样怎样 反而适得其反 然后呢 刚好 2010年左右啊 老和尚说古文很重要 我又激动了 那师父地址来讲 其实我的古文也不怎么样 我都是赶鸭子上架的 都是很感谢大众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 有人可以讲 你劝求别人讲 我们随喜功德 没有人讲 我们肯于肯去承担 态度好了 我们有多少供养多少 不一定是说我要能讲到什么都是引经据点 然后 然后人家才能得力 你真心去讲了人家就得力了 大家有没有注意 那个王伟杰老师 他第一堂课 你看他有没有引经据点 好像没有 你看那么多人感动 还是我后面帮他引经据点 因为我引经据点的用意是说 他讲的虽然是分享 都跟经典相应的 因为可能听众里面有 很喜欢研究经典的 呼应一下 所以娓娓道来都能触动人心 再来呢 你刚刚说我们有 一子老和上 那我们有同餐道友 那同餐道友不要去拉 同餐道友要自自然然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能硬拉来 大家自同道尔很自然聚在一起 那你们那个扎根斑 这个是挺好的 那首先是发心 众生无边是愿堵 接着就是扎根 烦恼无尽 是愿断 照这个次第 当然你可以看做孩子一生的贵人 那个是要让父母老师的心发出来 你也可以用其他的经典 比方说劝发菩提心文 也可以 没有说一定要用来 这个做孩子一生贵人 我没这么讲 劝发菩提心文 把心发出来 然后发了心了 一定是从格物 烦恼无尽试愿段开始下功夫 那有这个弘法心愿的人 一方面在扎根 一方面也教学相长 只要我们讲学的心态对了 你边讲都是在锻炼 我们看老人家也是 三十三十三岁出家 就开始讲经了 那承德也是 三十岁刚好遇到机缘 也不是说我已经饱读诗书了 我才开始讲 有那个缘呢 别人都是奸学 就自己是学生 然后确实自己的印象最深 好 那就 形成一个护法团队 红法团队 一个人去讲其他的人 给他意见 这个时候 给他批评是爱护他 你不要一个人讲完了 所有人都很好啊 都很好啊 那他就不知道他不足在哪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说不够朋友 像我昨天我就 晚上就跟王伟杰老师打电话了 跟他夫妻商量一下 哪些部分可能我们要调整一下 我也得扶持他 这个走 弘扬文化的路嘛 善相劝得接见 而其实我们在讲古文的时候 也跟扎根分不开的 哪一篇古文离开了五伦八德啊 人无伦外之人 学无伦外之学吗 这说不定你社会大众是学了古文 他才知道五伦八德重要 所以老和尚说 国文补习班 这个还是要办 大家长期深入老祖宗的教育 那像办七天班 那个是播仲 他一接触了 他觉得传统很好 进一步去学 那每一个地方都有长期讲学的平台 这样大众就可以依止 这个平台来学习 所以随喜我们 青岛这么多自私人人的发心啊 阿弥陀佛 下面有请 银兰学长 中间的法师吉祥 家人们吉祥 那么 接下来想向老师报告呢 一件呢 就是在建设那天呢 发生的事情 那么一个呢 就是想法师汇报一下 就是自己这方面的修学情况 就是最近呢 学生就是面临到讲堂的一个班前 就是过去都是有一位学生的 孩子的家长 护持了七年 那么现在呢 他就是这个家长 他们人家这个幼儿园的原封 有变 所以讲堂呢 需要重新选址 然后 这来一天呢 已经呢 也安动就绪 从选址到装修呢 现在已经可以开始上课 那么 就是 这些 同人们呢 都 家长们呢 都很发心 那么这几天呢 学生都在上课 都是他们在自己做 我下课之后呢 去 看一下 做得都非常的好 然后原来呢 是先生呢 发现 那么现在的房子呢 就需要花房租 那先生呢 发现 每年呢 就是一万五的房租 就是 自己这个家庭呢 还是可以承担的 就是一直呢 因为自己也有工资嘛 两个人的工资 是可以一直在有生之年来承担的 所以就是在一起学习的这些 家长孩子们呢 他们其实生活呢 都比较 就是一般 所以不想让他们在这个方面呢 去花费 但是呢 就是 大家知道了之后呢 这几天 学生就陆续呢 收到了 将将快有 就是大家有这个发现 然后原来呢 就是不要收 但是就是 也觉得自己 如果拒绝了 大家的这个发现 没有随喜 也不合适 所以现在呢 就把这个钱收到 大约呢 快两万块钱 就是一年呢 房租是一万五 可是就是 学生在这里也知道 师父老人家说过 我们要放下自私自利嘛 所以对于大众的这个钱 我是一方也不想沾的 但是呢 大家有这个发现 就是我拿到这个钱 就是 如果要用来 将来就是 以后的房租 但是呢 是先生 我们自己家呢 要发这个钱 就是在这一块呢 就是学生呢 希望能够 就是 就是 不要有一点点的 不如法 所以 想 听法师指教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学生来汇报一下 就是 按照师长的理念 和方法 一门深入 常识兴修 都说千变 其以至谢 然后呢 要中手 师承 自己呢 在这两点方面的一个修学 就是自己的一个修学 就是 每天下午 就是会从三点钟 每周一到周五 就是听师长老人家 讲经 还要念一个小时的佛号 就是 从三点到七点 那么上午呢 学生会就是 学习贵人 因为感受到老师讲的贵人 可以更好的把师长老人家讲的法 跟生活呢 结合在一起 而且呢 在念头上 比方说 我们要放下 贪承词慢语 那么这个放下傲慢呢 老师在贵人里面 就讲到 这个下手 放下傲慢呢 这就比较好下手 就是学生就觉得 在修学方面呢 就比较受益 学上贵人 然后学完之后呢 也就跟 大家呢 把自己学习的先得 因为有孩子们 有家长 就希望把家长们 就是 就是 要 要培养孩子的这份责任性呢 要 发出来 所以呢 要跟家长们来分享这个 自己学习的先得体会 那么在 分享的时候呢 是 学习的时候呢 是按照 四个 程序 那么 一 就是先呢 放 老师讲的一边 观点 就是希望得到 大家的信任 就是 说而不做嘛 然后第二次呢 就是把老师的 文本 用PPT呢 做出来 然后呢 再跟大家 学习文本 然后把里面的 重要理念 把它 一条一条的 遮出来 那么这一块呢 在学的时候 因为贵人 学生 明显 感觉到呢 如果要把它 全部的消化呢 比较吃力 所以就把它 分成了六块 跟大家来分享 就是 每一讲的文字呢 分成六个部分 每一部分呢 能扎出 15条重要理念来 这是第二种的学习 那么第三种的学习呢 就是一个 理念的用用 把遮出来的 这些理念 然后在生活中 我们能够 用用到的 然后结合 自己的家长们 学习的一些 心得和计时卡 来加以 就是 把它升入 那么第四次呢 在整个 把老师这一讲里面 讲的贵人的 毅力 把它贯通 就是根据 这四个步骤呢 来进行学习 一讲 大约需要 半年的时间 这是 然后呢 为了就是让大家 随从圣邪教诲 能够就是 有这个信心 知道我们为什么学习 然后配合了 了凡四兄的 就是学习 作为一个助理 那么也得到了 法师的一个护念 大家也非常的高兴 就是 这就是这边的学习情况 那么在晚上学习 了凡四兄的时候 孩子们 就是也在听课 就是大约呢 每一次呢 也有 20个左右的孩子 在同时 听了凡四兄 因为这个课呢 是在周日的晚上 孩子们也可以一起 跟家长一起来学习 好 那么 上面呢 就是 学生呢 就是 关于自己学习的一个汇报 那么因为跟家长们 分享的时候 是学生自己学习的一个体会 所以每次上课呢 没有负担 也觉得很欢喜 以上呢 就是学生的汇报 那么不妥之处呢 还请老师呢 指账 谢谢老师 谢谢家长们 谢谢 刚好当时候跟几位法师同修一起去吃饭 结果有三位居士跑去付钱 其中有一位就把另外两位的手都按下去 然后就说今天就我出了 就硬不让其他那两个人出钱了 后来他们三个就回来了 一个人比较高兴,两个人脸很臭 迎来学长,你看这怎么办 应该是要随喜大家,大家一起来发现 对嘛,好 好,所以一切都要恒顺应援 不要产生执着点 你比方说,不能自私自利 不想沾啊 你不想沾啊,你没有要力 可是有时候会变成执着一个不想沾 所以别人很愿意的,你随喜功德它,让它出 你有发现的,那在看哪里缘分成熟 你再去做就好了嘛,世事无碍啊 大家不要出现这个心念上的固执就好了 尤其我们学大臣佛法,横顺众生,随喜功德 这种事常发生啊,我看了不少啊 假如,因为那时候我还年轻啊 也怕说错话 假如是以后啦 我一般在这个情况我就会过去了 笑着对他们说 你们都做普贤菩萨嘛,不要在这里推来推去 比方说有个年轻人盛了一碗饭给这个长辈 他说我怎么能够让你盛呢 然后两个人一碗饭就推来推去 我们在旁边看了都很怕这一碗饭会不会翻了 然后我就会过去了 你就接受吧 你就随喜他的功德 然后他也广修供养 你们两个都做普贤菩萨比较好吧 你们两个在这里争来争去的啊 推来推去的,还制造我们的紧张 所以这个都有可以圆满的做法 大家不要执着就好了 另外这个其实我们在安排学习的内容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原则就是得不得力 我一定要怎么安排 结果学下来也不得力 那又变执着了 所以老法师在讲解四一法讲的特别善巧 一了意不一不了意 什么叫了意 一般的解释就是 就是能当身成就的叫了意 老人家进一步延伸了 你学了能提升的叫了意 能受用的叫了意 不然他说 这个菠萨智慧好 我学菠萨,学了半天都听不懂 他还继续学 那就不记他的鸡了 所以你觉得你上午听这个做孩子一生贵人 你有受用 但你也要看大家受不受用 不能是我觉得受用了 所以你们也得学 这个又形成一个执着 我为什么跟你们举那个广清老上的例子 广老他开悟了 那他学禅宗的啊 可是他为什么 我从没听过他叫哪一个 世众弟子 来你来学禅 好像我没听过 都是教他们好好念佛 那你用的方法 还是这个原则 要看大众受不受用 效果好不好 你不能是说 陈德法师点头就好 那我就害了你们那一方了 是吧 我一点头了 陈德法师说一定要这样 那该调整的时候你又没调整 那我不杀佛人 佛人就因我而死了 所以教学这人也都是要看大众的学习效果来做 适度的调整 那有时候你放光碟 你是想说 让他们有信心 可是他们已经有对你有信心了 你也不一定要放光碟 是吧 这个是活的不是死的 可是纵使是我自己讲 那我也是副讲 但是我是消化了以后副讲的 而且我也是用 我的语言 我熟悉的语言 很顺畅的表达出来 还带一点山西味 很有味道 是吧 人不清土清 大家没看到我 尤其假如我回台湾的话 那闽南话会讲的更多了 会影这些让听的人欢喜 而且你的安排里面呢 特别可贵的就是强调一个解形要相应 你不能只是解 你还要行 所以今天一开始跟大家提醒 我们现在修学的人 竹墨不求本 就是学在相上 好 浩多 不浩精 喜欢学很多 求知欲很强 可能年轻的时候是学霸 所以重在深入 要学得精 一精通一切精通 要把它学透 要真的 每一句要去落实 对了我现在回应一下我们这个王丽华学长 我呢 差不多十年左右都是讲弟子规 哪里邀请哪里有人都讲弟子规 那后来遇到老儿上说文言文很重要 我就开始讲了 我也没有刻意去准备文言文 但当然也都 我今天要讲出师表啊 澄清表 我当然要事先也要充分在了解嘛 但是一精通了 其他的 你不管讲古文还是讲群书之谣 它通的 而且讲以前讲弟子规有一个好处啊 因为弟子规是行经 每一句都是要做的 所以以后讲古文啊 或者讲群书之谣也习惯了 一讲完礼 诶 是怎么做 所以我自己是很幸运的 被我碰到了 我其实自己也没想说我要一门深处 但是我的因缘就是一直讲第一次规 最后 体会到一精通 一切精通 少分体会到这个道理 然后我自己也是 就接触 佛家就是接触老和尚 就一直跟着他老人家教 我也尝到了这个 一个老师的好处 好处在哪 你遇到任何境界就想 师父怎么教的 你跟人家一对应 师父是怎么讲的 就很自然就浮起来 好 所以这个很好 那孩子 能学了凡事俊 非常好 因为 道圣和夫 这个也算企业界 很有成就的人 他推荐给年轻人 就是了凡事俊 他先明白 有命运 又懂得断恶修缮 又懂得立志 又懂得谦虚 其实了凡事俊 也是扎根的教材 那你学完了凡事俊 从哪里做 从地之规 从太上感应篇 都是具体要去做的 都是相通的 不要去分别 都是贯通的 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时间超过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